歡迎來到十點不一樣 我是秦琳謙 今天國民黨在中常會上 完成第一波的立委提名 而且被視為藍營總統候選人 熱門人選的侯友宜也鬆口 自己已經隨時準備上場 謝謝侯友宜市長 市民市長侯友宜 一進場就走錯邊 是跟黨部多不熟 瞬間露現 民進黨今天已經提名賴清德 來參選總統 我們共同來歡迎這些提名委員 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加油 衝過去與黨務決緣 打步入常會 甚至還替首批立委候選人應援 後宜儼然成了全場焦點 身為提名委員會的議員 團結大家 為中華民國而努力 但就算現在身份 還非求援 後宜不諱言 也再為上場做準備 我們隨時 讓自己的準備 能夠隨時面對所有的挑戰 隨時也可以上場 這當全場上下 開始選編 同一天2024 判批藍袍參選的 黃海商務人郭台銘 訪問之旅 以往日本非 但總統人選 就一人 能出現 藍營自得盛防 悲劇重演 總統的提名作業部分 我們就採取徵召 我們也請各位 關心的朋友放心 言下之意 管你是誰 徵召若有結果 通通別願對 只是一個月前 後宜才因 痛批黑精選社會 找立委傅昆奇 公開校正 如今命運 注定讓兩人 碰上一面 但正當 要經過 侯委員面前 傅昆奇迅速 將他帶離 雙眼視線範圍 快步向前 而站在C位的朱立倫 更事先 用肢體語言 告訴工作人員 要把傅昆奇 拉到侯的另一邊 看來 即便藍軍上演 那團結 有些是 尚待調節 另外民進黨 今天則是正式 提名黨主席 賴清德 成為2024的 總統參選人 他還特別 記上有 總統府logo的 領帶 出席記者會 聽台灣 聽台灣 綠營大咖 俊文燦 成型賣的人 占一排 象徵民進黨 大團結 賴清德 正式獲黨 提名 成為2024 總統參選人 一開口就批 前總統馬英九 仔細看賴清德 還特別系上 總統府logo領帶 小細節 不能放過 尤貝爾來 上回登記 碰效 宏都拉斯斷交 兩岸部分 本來預期 說的沒能說 這回一次 說清楚 賴清德出現 不過還得 處理立委提名 其中突然宣布 不選了的 劉士芳 該選區 要尖召 還是重新登記 還要討論 我自己身體健康 那比較沒有辦法 再適應 比較多的 這樣的進選活動 所以我就請 中央黨 能夠預測 放棄提名 要競選的 不適合 言下之意 未來是否 換個跑道 劉福比 TVB 先無愧 你做很貼報道 而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 訪美 則是跟紐約大學 以及哥倫比亞大學 的學生座談 也向支持者喊話 我的民調 支持度是20% 就不要壞 他就是20% 我們要相信 統計數字 與紐約大學 及哥倫比亞大學 學生座談 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 有民調 穩軍心 還要拉攏 學生的心 拿西遊記 三藏取監 來自癒 孫悟空不是 跟斗雲 一次就10萬8千里 如果這樣的話 唐三藏 為什麼要走 14年到西方取經 叫孫悟空 搬回來就好了 我長大以後 我才知道 那個故事 西遊記 真正的精神 在告訴你 什麼 你的一生 只有你自己 可以處理 說的是過程比結果更重要 不只學生 台灣僑界也很給面子 十六桌全部坐滿 盛況就連自家人都差一 做公僕 就不能有關架子 柯P身上看不到關架子 我在紐約做護士 所以我很佩服外科醫生 而且我很欣賞 柯P的太太 通哲平總統喊出 不分區 敵標 八席區 立委更是壓滑水 原本基隆 跟餘許久的總召 邱成遠也悄悄在 中正萬華 以及大同士林 成立聯合服務處 選擇同樣橫滑兩區的 還有曾經參選 桃園市長的賴翔林 原本被點名挑戰 民進黨立委 黃世傑所在的 桃園第二選區 但他卻松口 首都也是選項之一 現在傳出有關本黨人士 參選的所有消息 都僅是傳聞 而張其路則被點名 挑戰國民黨立委 賴世保所在的文山大安 星光大公主吳新寅 則是挑戰國民黨立委 政政前的新竹選區 結果前吳新寅沒有回應 另外三人都沒給定案 口徑一句的是 不畏戰不聚戰 要趁著大選 將白色陣營版圖 擴展到最大 體會新聞綜合報導 國際焦點 先帶來關注的是 烏爾戰爭 俄軍久攻不下的巴赫姆特 現在改采焦土戰術 狂轟濫炸 不過俄羅斯名嘴 在節目上坦承 俄軍死傷人數 比烏克蘭還要慘 現在為了加速徵兵 將採用電子徵兵模式 讓一難更難 躲避正著 跟著烏軍隨身攝影機的鏡頭 進到巴赫姆特戰場 烏克蘭士兵在廢墟中 正往前推進時 突然傳來飛彈呼嘯而過的聲音 找到地方躲藏後 馬上裝上炮彈 朝俄軍發射火箭推進榴彈炮 隨後烏克蘭士兵趁勝追擊 衝到前方一面牆 跟俄軍展開近距離槍戰 敵方是替俄羅斯打仗的 瓦格納優兵團 在槍林彈雨中 從一棟建築逃到另一棟 來躲避烏軍的襲擊 不過究竟哪一方現在掌控巴赫姆特 俄烏雙方依舊各說各話 巴赫姆特這個關鍵地區 怎麼攻都攻不下來 讓俄羅斯氣得急跳腳 現在放棄圍城改踩焦土戰術 既然拿不下來 就利用密集空襲 把這裡徹底摧毀 面對俄軍的猛烈攻勢 在端內刺客的烏克蘭醫療志工 趕緊把前線傷兵送往醫院治療 最少是水癮 藥水 當然烏軍也不是省油的燈 在马林卡又成功击落一架 俄军的苏凯25战机 乌克兰第92机械化旅 和第40独立炮兵旅 连续发动轰炸 摧毁俄军的高级军备 包括Zen Park 1反炮兵雷达 和道尔地空飞弹系统 通通遭到炸毁 此外乌军也持续动用无人机 一声令下 无人机飞到定点 投弹炸死躲在战壕里的俄国士兵 俄军在前线死伤惨重 莫斯科为了快速征兵 国会表决通过采用电子征兵 这是俄罗斯史上 首次采用电子征兵 目的就是为了让一南 更难逃过国家的征兵令 但这项法案 还需要等到上议院 和普京批准后才能生效 不过俄罗斯评论家 竟然在大内宣节目上坦承 俄军的死伤人数 比乌克兰还要多 不过俄罗斯开战后 财务开始入不敷出 俄国财政部公布第一季的赤字 高达2.4兆卢布 大约290亿美金 岁出更是增长超过三成 主要原因就是军费开支 大幅增加 还有西方的制裁 也开始对经济造成影响 卢布更是狂扁 近期兑美元的汇率 跌到一美元兑换83卢布 创下2022年4月以来的新低 在西方祭出一轮又一轮的制裁 加上油气价格下跌 俄罗斯想要出手稳定卢布汇率 困难度相当高 TVB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关注就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被俄罗斯以间谍罪逮捕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已经跟这名记者的家属联络上了 会努力的把他拯救出来 不过这名美国记者 被关押在俄罗斯 恶名昭彰的监狱里头 里面关押很多的政治犯 监狱的构造也完全了与世隔绝 格什科维奇这个名字 现在成为美俄复杂地缘政治之间 一颗角力的棋子 美国总统拜登在启程前往北爱尔兰出访前 告诉媒体 他会努力让格什科维奇获释回家 拜登还亲自和他的家人通电话 显然这名记者的安危已经成了国安大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强调 已经要求和格什科维奇接触 但俄罗斯逮捕美国记者 和媒体业的关系变得更紧张 记者媒体人纷纷跳出来帮格什科维奇喊话 这名31岁的美国人在华尔街日报莫斯科分社工作 长期专注俄乌前线 还有俄罗斯的报道 不过他疑似在前往凯撒林堡 附近城市一间大型坦克工厂取材时 很可能触犯军事机密 成为俄罗斯逮捕他的原因 间谍队指控让他面临长达20年的老狱之灾 格什科维奇被关进俄罗斯郊区声名狼藉的 列弗尔托沃监狱 十几年前 俄罗斯官媒曾经进入这座监狱拍摄 列弗尔托沃监狱 从外观到内装经过精心设计 让被关在这的人感到与世隔绝 笼罩着孤胆感 不过幸好格什科维奇的状况 目前没什么大碍 俄罗斯官员还表示 格什科维奇从被逮捕后到现在 反应都相当淡定 俄罗斯监狱环境遭甚至还存在许多阴谋论 反对派领袖纳瓦尼2021年入狱后 多次传出健康不佳的状况 纳瓦尼报寿让囚犯人权问题再次浮上台面 不过近年来俄罗斯政府逮捕美国人当成谈判交换筹码 恐怕美俄关系会持续恶化 区别新闻综合报道 沃尔战争开打之后 许多俄罗斯人逃到土耳其 但土耳其对于俄罗斯的友好态度 却在2022年底大转变 开始拒绝发放以及延长俄罗斯人的居留证 为什么呢 相信我们在记者李作恒 好 现在在土耳其听到周边是讲俄语 可能已经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尤其是在俄乌战后 土耳其成了俄罗斯人 他们移居一个非常夯的地点 那么这数字是说有超过13.4万的俄罗斯人 他们其实是住在土耳其的 而且是持短期拘留站的是比较多的 那归咎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首先第一个是原本的这边 其实就是俄罗斯人他们度假的胜利 所以他们对于土耳其本来就不陌生 再来是物价来说也是可以负担的 以及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要归于合法的居留政策了 只是这类似的政策呢 在去年底却无预警的大转变 因为呢 现在很多呢 要提出这样的居留宣请都不能够核卷了 而且呢 他们也限制说 外国人如果在一个街区 他们的组成是有超过20%的 那就会直接关闭这个街区的居留证申请 就是要来控制说 这个区域并不会让俄罗斯人太多在这边 那到底会什么样的原因呢 也有可能是不是这个普京 要征召更多的前线 所以就要求说土耳其 他们要拒绝俄罗斯人移居到这边 另外也可能是不是土耳其 五月就要进行的大选政策呢 倾向民意 当然呢 这些移民也带来了利与弊 首先是在比较好的部分呢 因为很多人他们可能会带着很多钱移居 也会在这边开公司投资 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 可是啊 这也连带的是带来民生物资 以及租金翻倍成长 有日媒报导 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总司令鲁德尔 五月将率领25间美国军火商组成的代表团 到访台湾 届时呢 将讨论联合生产无人机跟弹药 再请坐横 他们了解 好 又有美国退降 他即将要率25名军火商来访台了 这目的当然很明显就是跟军火是有关系的 提到的这位退降呢 是这个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总司令鲁德尔 那么在五月上旬的时候 准备要率团访台 而这个团里就有25位的美国 像国防的承包商 那么这是时隔四年再度有大规模的来访 而预计说这一次的议题 要聚焦在包含是无人机以及弹药上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这个要阻止大陆攻台 无人机也是一个被视作非常重要的战力之一 首先第一个是因为在价格上比较实惠 再来是它可以快速的大规模部署 以及在情报收集以及攻击能力上呢 都可以立下功劳 不过呢 为什么现在台美呢 要寻求共同开发的原因 恐怕还是跟美国国内的军备产能不足 是有关系的 而在美国对台的军售部分呢 是有台币5000多亿的武器 但是目前为止还是处于延迟交货的状况 美国及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 规模号称历年最大 这次将首度进行沉船演习 另外还有两期夺岛作战 这些演习项目明显是针对大陆解放军 而菲律宾外长坦言 台湾就在隔壁台海危机 他们实在无法置身事外 陆海空三军出动 美国和菲律宾之间 年度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演 4月11号登场 一路要到28号 开训仪式上满满的美国大兵 因为今年光是美军就有超过 一万两千人参加 两军参与的总人数达到 一万七千六百人 是史上最多 演习科目也很多元 这所谓的其他演习 恐怕才是重头戏 因为今年要仿效环太平洋军演 美菲首度演练沉船科目 要把把剑集成 光是这一点就很明显 针对和菲律宾有领海主权争议的 中国大陆 菲律宾街头有抗议团体怒烧美国国旗 炮轰美国硬是把菲律宾扯进了美中竞争的浑水当中 为了沉船演习 菲律宾还对周边海域下达禁鱼令 这也引发当地抗议 只不过菲律宾军方回应 和平时出海被骚扰相比 这只是小小不便 另外也否认军演是挑衅中国 身手不打笑脸人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一脸笑意撇清菲律宾有任何引战意图 只不过传出小马可氏月底还会亲自到时代操演的现场 而今年传出下车海马斯 爱国者防空系统都会参与精锐武器进出 这是因应开放美军使用基地 以防台湾有事的预先动作吗 就在美飞军演开跑同时 美飞之间的防长及外长2加2会议也在华府登场 针对台海局势菲律宾坦言难以置身事外 菲律宾高呼对话 但是对爱环台军演才刚落幕 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CNN专访也不讳言 两岸确实无法排除开战可能 吴钊燮向国际媒体表明 无法接受对岸胁迫态度 而台海局势不止菲律宾警戒 日本更写入了外交蓝皮书 还将中国大陆列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引来北京抗议 日方沿袭抹黑指责中国的陈词滥调 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 无理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日方纠正错误做法 日本外向林方正表示 全球情势面临历史转列点 而日本为了应对中国挑战 大幅度拉高国防预算 现在的外交蓝皮书更透露 对中国的外交军事策略 可能也会跟着调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